多年求死不成很有可能是过敏惹的祸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就发现了 平均十位身受不孕症所苦的妇人当中 有九位都是因为鼻子过敏 或者是异味性皮肤炎等等的问题 利用针灸先治疗过敏 受孕的机会也会大幅提升 所有的哭声当中应该就属这个哭声 最幸福了 然而想要求死也非人人都能如愿 不过国内中医师临床发现 有时妇女的不孕和过敏非常有关 中医调怀孕的人 十个人可能有七个八个甚至九个 都有过敏的状况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合理去怀疑 调倡她的气血 那我觉得针灸其实是调倡气血 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因此中医师主张包含像有气喘 过敏性鼻炎或经常皮肤痒的不孕妇女 特别适合利用针灸来助孕 最近就帮一名35岁 两次人工受孕都无效的妇女 成功怀上宝宝 近一个半月的时间 那后来她这次是自然怀孕 美国匹茨堡大学也临床发现 接受试管婴儿技术的妇女 如果再加上针灸治疗 受孕率会多上两成 中医师说配合条理 临床上也有40多岁怀孕的案例 只要不冒险尝试偏方 舒缓压力 还是会有机会